现场已经屏幕简单的招呼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狂人 坐在我们身边的就是GK的迷神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GK的迷神 是GK的三档位 二连胜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战绩 在KPL秋一赛以来 真的一开赛就赢取开门红 那现在你的心情如何 就是非常意外吧 非常惊喜 本来想着就是第一天拿个首胜就行了 没想到拿了两连胜 就是非常惊喜 是 那两连胜之后 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比如说出去庆祝一下 因为你们明天没有比赛嘛 这得看我们俱乐部老板斗哥的安排 因为他这两天也来看我们比赛 是 好的 那其实在刚刚的那场比赛当中 阿泰的上场其实蛮突然的 他有没有打乱你们对XQ的战术布置 有没有为他准备一些战术大礼包 其实也没有吧 就是第一场赢了 我们就打算稳稳的 赢下第二场比赛嘛 打算2比0带着XQ 然后就是打算用最普通最常规的打法来 把他们带走 就是还是相对常规 做好自己 以不变因万变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在刚刚那场2比0的比赛当中 其实你们的战绩啊 包括你们打出来的套路其实也是一波三折的 并在第一局当中没有一番丰盛的情况 你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最困难的吧 其实就是就像前期嘛 大家的经济都很少 都很少 确实像对面经济好像比我们高出个五六千嘛 是 第一场比赛 其实打的比较难受 就是 就是像做一波团也是我们相差五六千的情况下 然后把打回来的 就是找的位置非常好 就是对面C被切死了嘛 也是你自己是一个百里选策低场比赛 也是花木兰依靠自己在3比0的情况下拿到一选 然后在最后一波团战期后又有黄大仙的一个百里选策 绕后 这也是你们GK更强识的地方 也确实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在下周的比赛当中你将面对先隔的吴恒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 就是吴恒 听说吴恒最近转ADC了嘛 就是我最喜欢 我平常最喜欢的就是杀ADC 就是希望下次能 在下次和你们对战的时候 能单杀你几次 好 能单杀你一次 吴恒听好了 感谢迷深的采访 再次恭喜你们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